这种感觉太爽了 我们来一一窥探他们的笔记 从而帮助你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人生笔记软件 总的来说笔记风格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博主Annalor形象地将它们分别称为建筑师、园丁和图书管理员 建筑师注重设计和构建结构框架 预先搭建好一个个项目盒子 然后往里边填充内容 所有东西放置得紧紧有条 逻辑性很强 这类人需要一个能构架他们想法的工具 园丁更像是捕捉一个个想法种子 将一些想法种下 期待新的想法门发,带来惊喜 更接近创一类笔记 这类人更需要的是一个能激发他们灵感的工具 图书馆理员顾名思义 这类人广泛搜集和记录信息知识 将它们录入到自己的图书馆中 并构建资源目录 当有需要时能够快速检索到对应的内容 这类人需要一个能让他们高效检索的工具 你是哪一种类型呢? 搞清楚自己的笔记风格 有助于你找到和思维方式适配的笔记软件 实现思维和工具的一体协同 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 当然,除了类型倾向之外 我们选择笔记软件的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界面外观 逻辑结构 安全稳定性 价格等等 接下来我就分别介绍不同的笔记软件 并采访不同的创作者聊聊这些维度 事先声明这期视频没有任何的赞助 讲到的所有软件都属于自发分享 作为模块化笔记的开山笔组 Notion用数据块重新定义了信息管理的方式 与其说它是笔记软件 其实更准确来说是一款效率软件 我从一名远程工作者那里 惊喜地发现了Notion的一些独特用法 我们来与它连线 Hello 蘑菇 你现在用哪些笔记软件? 目前就只有Notion 对,All in Notion 首先工作的话 我们得去找到工作对吧 Notion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你这个配置 直接变成一个网页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打开去看 所以我目前是没有买一个网站来做 我的作品级界面 在Notion上大致做好 把你的一些作品放进去 之后你可以在这里也分一个project系列 然后把图片这样扔进去之后 然后点击share这边 你share的链接 相当于就是你的网站链接了 这个看起来会让很多人 做个人网站的成本变低 就看起来没有这么复杂了 恋爱部分呢 就不得不说到曾经的一个 Oh my god 远程的表格 它其实就是很适合 每个人写放这里 然后你的日期想干嘛 就是然后异地的一个时间 和温度天气这样 So sweet 然后对 然后现在的呢 现在是不一样格式 Notion比较好一点 有很多创作者 他会把自己的模板分享出来 像我会之前会写 小作文写的这里 但其实就是之间去记录一些东西 其实挺好的 因为大家现在都会用微信 就是缺少那种缓慢的感觉 我有一个问题 我要提问 你是怎么让对方加入 你一起用Notion呢 还是说对方他本身就用 对方本身就用 得看一个人的习惯 如果两个人都用 然后一起记录的话 我觉得好幸福 这也是Notion的界面吗 看起来跟刚刚有点不一样 好像突然这边变得很精致 因为你看 这个Notion就公司的影片 大概用了三年了 就很乱 其实从头去改的话 其实挺难的 所以做Notion就是从头 比较怕下那个苦功夫 这是我们的周报的日位置 津津又调 这也是目前用Notion 比较重度的一个状态 你看像这个的话 表单就会比较清楚 他到底是优先级是什么样的 然后对 这inbox这里 比如说一些工作信息 有人会说at我的 就会出现在这里 对写作来说 这个很重要 就是有及时的反馈 我之前看到一个 就做Blender的一个大师 那海外的 他可能就有点像一个人 就还是就是要把自己 当成一个公司 去来面对吗 因为要对自己负责 Notion可以逼着人 去给自己安排事情 然后去to do 去做哪些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 重度使用Notion的 3D设计师老王怎么说 Hello老王 Hello 子梦 我觉得它最强大的 就是这个database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做这个拉片练习 它有好几种展示形式 一种就是传统的表格 然后它再切换到 Gallery这个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直观地 用图片去感受 因为我们做三维 就是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很细碎 它就会需要 就是另一个大脑来辅助你 有时候把笔记做得很详细 和很有逻辑 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这里面点开 是有非常多东西 但是你看 我整个整理下来 它就只有这么一小点 它可以写得很细 但是又不凌乱 对 就是强迫症福音 我是P人其实 P人可以做到这么精细 这么有条理 多亏了Notion 天哪 你真的是P人榜一样 当时我考潜水证也是 也是用它做笔记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规整起来 这种感觉太酸了 那我觉得Notion 它可能更接近第一种建筑师的类型吧 就是Notion的思维 还是比较程序员的思维吧 表格化 逻辑化 线性化吧 就是像我们作为视频创作者的话 其实我没有办法完全只试用Notion 然后我就会用别的软件去辅助 我觉得它搭配Figma就是最完美的 我真的觉得Notion最好最好的就是它可以多个软件和平台的接统 它很包容 它就像一个宿主一样 然后你其他所有东西都可以安插在它里边 没错 它就是很百搭 然后它还很省心 就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是 就是它特别适合那种 Lona狂你知道吗 一定要紧紧有条的那一类 对 一定要紧紧有条 不然对有些人来说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复杂 就是你得养成习惯 就是日常 如果你日常收集到什么插件 或者什么 你就丢进来的话 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习惯的力量 它就会构建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像数据库一样的东西 对 对数据库形容非常的准确 总结来说 Notion的核心在于database多视图切换和高度模块化 结构化的设计 倾向于建筑师类型 它非常擅长整理复杂信息 打进数据库或进行项目管理 进行多人协同工作 它的免费版本基本够用 但如果要上传大型文件 或者协同需求比较多 开通付费计划会比较合适 对有些人来说 Notion是效率神奇 但不是所有人都习惯这种思维方式 我们再往下看吧 2C点 这是一款使用Markdown语法的双向链笔记软件 它最引以为傲的部分 就是随着你记录越来越多的笔记 可以开启网状知识结构图谱 就好像展现出大脑的切片一般 可以一目了然笔记之间的关联 我们来听听它的忠实用户 树轩怎么说 好 我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树轩 你是怎样最终停留到黑钥匙 决定用它作为主力 之前试过的第一个是Notion 但是Notion太好看了 我就会沉迷在想要制作一个完美的Notion界面里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Notion它是那种层级结构 这就是黑钥匙跟Notion上面最本质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网状的结构 然后另外一个是文件夹那种层级的结构 有点像公司的管理 一个是扁平化管理 另外一个是等级非常明确的管理 所以它们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本书叫卡片笔记写作法 你今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 然后你今天去商场里面逛了奢侈品专柜 你可能就想到消费主义什么的 这种万事万物有连接 就比较适合卡片笔记 就比较适合黑钥匙 日常生活中很多碎片的点 它其实可以最后连接到一个大的议题上面来 如果用黑钥匙的话 有时候甚至你自己没有想到的 当你打开那个图表的时候 它可能会给到你一些答案 可以稍微演示一下这个图谱 这个就是我的大的图谱 其实也可以看到我大的图谱上面 和之前的这个文件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比如说洞足大哥就是我研究黄港村的时候 它是一个最主要的议题 我很多内容都和它相关联起来了 你就可以大概瞥见它另外一个统计学上的逻辑 如果要想看的比较直观的话 就是这个和储蓄相关的一部分内容 我通过读书想到了我的储蓄方式 我的日记上面的感受 也让我联想到了 在我整个存钱的过程中 我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然后我后面写了一个产出 口锅花钱修持 这样的话它两个之间形成了一个链接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双链吗 对的 比如说这个储蓄它就有反向链接 就是我好几个内容里面都提到了 储蓄这个关键词 和它的反向链接 我就大概知道 这个储蓄这件事情 我之前经过哪些的思考 然后形成了我现在这个概念 这个初恋就有点像是我通过这件事情 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思维就发散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软件很贴近人心 就是它不是那种 想要站在顶层收割你的 它想要你的数据 然后它还给你看广告 就像日历一样 它里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出来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别的笔记软件 它是把东西给你存在一个云盘 或者是什么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要把它烤下来 需要很长时间的下载 然后还会丢失 而且下载下来之后 不会像我这个文件夹一样 它全部都是 马克当语法的这样一个链接 然后我这个就是随便点一下 都能看到纯文字的嘛 哪怕这个软件有一天崩掉 对你也完全不产生影响 那你平时会 就是比如说插入图片呢 或者是插入视频 图片视频这种 它如果要插入图片 你也要把它变成本地的文件 它会放在最外面嘛 然后我之前就是 把它会拖到一个专门的 放图片的地方 不然它会和我的笔记 就这样混在一起了 虽然说可以用 但好像是有一点小复杂 有一点小复杂 但是你可以拖网上的链接出来 就比如说这个 是网上的图片链接 所以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黑钥匙这个软件 它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文件夹的整理工作的 需要你做的是通过思考 来做内容逻辑上的关联 然后形成一个链接的整理过程 你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原定 如果你是一名文字工作者 代码工作者 或者你有较多发散思维关联的需求 Obsidian的双链和网状图谱将是你的福音 它开源 免费 离线 并且有非常多插件 可以实现扩展功能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 是一名视觉思考者 那就要看看下一款软件了 Millanote 这是我的主力笔记 它准确来说 是一款创意图版笔记软件 你可以看到 它跟前面讲的笔记都不太一样 它更像是一个无边界的图版 思维方式是非常图形化和视觉化的 几乎没有什么章法限制 你可以在里边随意放文本 图像 进行归类 连线 绘制 和脑图的区别在于 它可以构建board 并且board中还能牵套board 就跟套娃一样 利用这一点 就可以构建出你的不同项目 并在一个界面中总览全局 这很符合我想象中仪表盘的心态 我通过它构建一个个项目盒子 我在这里做的更多的是规划和产出 输入其实比较少 平时可以用手机记录零碎想法 然后用电脑端统一处理 它也支持多人协作 我个人其实更符合建筑师和园丁的结合 MelaNote比较适合像内容创作者 或者是摄影师 艺术家 这类比较偏视觉化 图形化思维过程 需要创意类工作产出的人 见面是这种比较简约的 已经给你奠定了一种分割基调 基本不会丑 这是我目前的主力软件 我之前的视频有很详细讲到 我是如何深度使用它来构建人生仪表盘的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件任务 免费版和付费版功能一样 但是免费版只有100个块 基本只能作为适用 然后它是纯云端储存的 五离线版本 这个是你需要留意的地方 和MelaNote定位非常接近 还有Heptabase 都是图形化视觉笔记 更像是MelaNote和Notion生了个baby 但是又有点遗传Obsidian的卡片笔记法 Heptabase更侧重文本 更适合做学习研究 思维导图的功能感更重 擅长用连线的方式串联复杂的概念 用可视化的方式增强理解 你可以用许多像这样的卡片 建立起笔记系统 相较于MelaNote 我认为它会更适合知识类工作者 而且这是理线访问 这是它的一大优势 它需要收费 并且你要填入自己的付款信息之后 才能开始7天免费试用 OneNote和Evernote一样 都属于是非常传统老派的笔记软件了 非常像笔记的笔记 是很多人的启门笔记软件 它是微软自带的一个免费软件 如果你非常依赖微软生态的话 也可以跟微软其他产品做无分联动 OneNote的整体结构 参考现实中的书籍 你可以创建不同的笔记本 章节页面 技术的文本编辑功能一印俱全 思维方式比较自由 你可以随意到处写和排布内容 类似于无线画布 OneNote比较特色的一点是 如果你有手写笔记的习惯 又是平板用户的话 你可以随时用笔在上面记录和绘画 它的笔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能够很好地还原你的书写习惯 这个软件我用了整整八年 陪伴我整个校园时光 记录了我自学Blender的所有笔记 这期视频演示完之后 我要把这个软件从电脑里删掉了 因为我有两年时间没有用它了 OneNote依然很棒 只是我对软件的需求变了 所以是时候与它告别 如果要给笔记经手推荐 我会建议试试OneNote 免费 经典 容易上手 在一种笔记软件里 它或许有那么点性缩力 基本不触及那些新颖的花哨功能 也不适合用于复杂的项目管理 最后推荐的是一款 新锐的笔记软件Cortex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YouTuber Dankoi和他的伙伴开发的 这是一款主打为作家 和内容创作者服务的写作软件 整个软件从头到脚 就完全是为了更熟识的数字写作而设计的 目标很明确 用来进行脚本编写 极简写作 数据摘录 碎片灵感 记录等等都很合适 蛮特别 也蛮有自己的一套设计语言的 它目前可以免费使用 那如果你喜欢Notion的话 这个Cortex可能也很容易吸引到你 当然我也采访了一些 完全不用笔记软件的人 我去用笔记软件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懒呢 因为现在目前的需求就直接够用了 我有一个魔幻世界观嘛 然后漫画 其实题材 每个阵营已经分得很清楚了 然后我会直接把它拖进来 平时会有一些记录文字的习惯吗 只得用PS上面写一点 真的很有分割 所以不论怎么fancy 怎么天花乱坠的功能 比较下来我们会最终发现 还是得从自己的具体需求出发 选择你最舒服最顺手的那一个 并以产出来衡量它的价值 并且尽早做出决定 固定一个工作流程 因为中途矿软件的搬迁成本会非常的高 还是注重想法吧 不要反被工具努力 记得再去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 我在这里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笔记系统 来构建你的人生意表盘 实现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你是怎么记笔记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记得点赞收藏订阅支持一下哦 我是子闷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收藏订阅 by bwd6